人生座右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有钱真好 有钱真好 有闲更好 有闲更好 有健康才是宝 好久不见 很久不见 让你久等了 不会 真的很高兴看到你 对呀 我们十几年没有见面 但是我永远都记得 你在十几年前交代我 每天要走一万步 每日一万步健康有保固 我记得 每日一万步健康有保固 然后我每天都在看 我最多最多没有超过四千步 只有一次了 有走到九千多步 九千多步已经不错了 对那是在复制局 每日一万步健康有保固 身体机能要维护 不能少于五千步 所以你已经够了啦 那是要每天 不是像不是吃拜拜吃一次 对不对 可是你在推广健康的时候 遇到我们比较年长的人 像我那种都进入老年了嘛 对不对 有一些健康上面 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应该健康是不是一个最安全的运动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公布 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运动 就是走路运动 然后他就是建议我们 其实不分年龄层 就是健走 可是走路跟健走 它是有差距的 对不对 其实我常常都跟我的朋友们说了 他说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可以喘 但是绝对不能气喘如牛 然后你可以流汗 但是绝对不能汗流浃背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了解 为了走路 而让我们自己来健身 这叫做健走 那这样子您这样说呢 我可能我这样望着天 也想不出来到底是个什么感觉 我们边走 然后你来边教我们 好不好 好 其实我们健走 我们有个口诀 就是抬头挺胸 缩小腹 缩小腹 自然摆动肩放松 迈开脚步向前走 其实你就自然走就好了 每个人都会走路 但是很多人走路的姿势很不正确 有没有看到有些人走路内八 对 有没有 有的还外八 我的那个小女儿她当年就是内八 可是她现在已经很好 现在都非常好 你是用就是健走帮她矫正吗 让她走这个直线 对 走直线 对啊 她就慢慢慢慢 她现在改得非常好 对啊 就是找这个地上的这条直线对着走 对 走路是这么简单 这么自然的一个运动 你看走路 那应该是从这个小宝贝 一直到年纪很大 不见年龄 只要能走都可以走 对不对 我希望基金会现在的执行长 是 他是住在那个新营附近 他的爸爸 他爸爸是每天早上走五千步 然后呢 下午再走五千步 其实像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说像刚刚您讲的说 早上五千步 晚上五千步 那可是刚开始 我们不要把自己设定说 哇 一天一万步 其实那个目标会让自己觉得说 我可怜 我就跨不出去那一步 对 没有错 所以是这样子慢慢渐进增加吗 对 我觉得渐进的方式是一个好的方式 从这个可能两千 对啊 可以啊 三千 四千 五千 对 当然你是一口气可以一万步以上吧 那如果说真的走到一天可以一口气 那就是更好 不然就是早上两千下午两千 然后早上三千下午三千 这样慢慢增加是不是 可以慢慢增加可以 好 你看季正老师今年满七十七岁 有七个孙子 哇 真的很厉害耶 但是你看维持一个身体健康 尤其是阿嬷 身体健康就是给孩子们 子孙们最大的财产 对最大的礼物 对啊 所以他们通通要全部回来 谢谢阿嬷 那维持你这个身体健康的人生座右鸣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假如谈到座右鸣的话 跟健康有关系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 是每年的元旦见走的时候 的最后 我都会带着所有的这个 来参加的这个走者 我就带他们一起练 有钱真好 有闲更好 有闲更好 有健康才是宝 有健康才是宝 对啊 很棒耶 对 有钱有闲 但是还是比较有健康 对 哇 这个真的大家都要记得 那么要进入乐龄 一定要有一个快乐的身心灵 那应该怎么做 最简单 很简单嘛 就是多走路啊 好 对 有怕就有健康啊 好 谢谢季政老师 不相信的话 你走走看就知道 对 大家一起走哦 走 走 走